台湾一共有22个县市 但是在您的心目中 哪些县市最无聊呢 网友就票选 点名三个城市最无聊 其中中部地区的 彰化云林跟苗栗都上榜 网友普遍认为 观光景点美食都不及格 像是彰化美食只有控肉跟发丸 而云林除了剑湖山 想不到其他地方 最惨的是苗栗 毫无近一点 不过当地人都觉得 这样子的评价 他们完全不认同 台湾宝岛四季限定风景 到哪里都好玩 但在你心目中 哪个城市最无聊 苗栗应该蛮无聊的 觉得是台东嘉义竹起 那边放眼望去 就一片田什么都没有 因为新竹除了去巨城 实在想不到可以去哪边 彰化这边 因为你要去吃什么 也没有什么 要玩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玩 台湾一共22个城市 有网友发文 认为彰化景点美食都很普通 引发讨论 中间网友票选 上榜前三名 最无聊城市集中在中部 彰化美食除了肉圆就是矿肉 云林景点只想得到剑湖山 苗栗无聊到甚至没有记忆点 不过当地居民有话要说 无聊 苗栗有好山好水 咬整个鸡啊 还是多吃鸡啊 中山路啊 都是吃的很多 在地人平反 美食不熟其他地方 其实苗栗有童花季 和铁道自行车 彰化花海最多 还有八卦山到王宫彩科看夕阳 我觉得应该是要看天气 就是如果天气不好的话 就是到哪边其实都蛮熟悉的 不必一杆子打翻整个番薯地图 也有人认为旅办最重要 只要选对人规划好行程 去哪个城市 就都不无聊 解中部组合报道